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港口城的明星兵种皇家海盗 这个兵种和幻影射手一样 它是需要再次升级的 但是考虑到幻影射手是战役兵种 皇家海盗在对战里面就可以用 所以说两者在爆发力上还是有点小差距 皇家海盗售价300多 可以说非常昂贵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它除了生命值比较低之外 它是一个完美的三级兵 它不仅可以远程攻击 而且肉搬杀伤力不减 不受反击 还有一个精准射击的技能 这个精准射击你可以理解为蛮牛的死神之眼 但是相对于皇家海盗而言 这个触发的概率更低 因为它是一个三级兵 数量比蛮牛多 并且如果皇家海盗射出的不是直剑的话 触发的概率会再降低50% 这也就是说你100多个皇家海盗运气好的话 也就只能精准射击干掉三四个敌人 这样的兵种放在三级里面 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大哥 咱们就来看一下它在四级里面的表现 首先皇家海盗是一个移动速度很快的远程兵 对付一下浩南哥这种近战兵显然是有手就行 甚至皇家海盗直接切近战和浩南哥这种兵种肉搏都丝毫不落下风 是不是觉得它很厉害呢 这是因为皇家海盗周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十字军 换句话来说 这局打不赢才有鬼呢 接下来上场的是巨蜥 它的速度是7度 它直接两次就可以攻击到皇家海盗 皇家海盗肉搏杀伤力不减 而且不受反击 但是同样的 它的精准射击不可以在肉搏战狼中生效 但是在绝对的数量和质量压制下 它打赢巨蜥还是有手就行 如果说前面两个还是有点悬念 那么这位的话就更是重在贪欲 皇家海盗收拾一下 电源头这种 即使是不用远程纯肉搏也能打赢 有的人也许会有疑惑 既然是海盗 它怎么会前面有皇家两个字呢 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毕竟当年戴英也有奉执抢劫的海盗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我吸血鬼王战你不过吗 吸血鬼王除了打自己没法吸血的 要么全金覆没要么灵伤亡 可以说皇家海盗但凡肉一点 吸血鬼王还真的不好打 这局甚至皇家海盗还极其欧皇的爆了一个士气 不过还是没什么用 不过虽然这局皇家海盗落入了下风 但是他的确打破了咱们之前说过的吸血鬼王灵伤亡的神话 没想到吸血鬼王也有惊天啊 接下来是射手与法师的克星银飞马 皇家海盗的定位可以说非常的完美 你是个近战兵走得慢被他射爆 你是个快速飞行兵战斗力跟不上 近战也打不过他 你是个远程兵如果射击有衰减的话 你也射不过他 这样的话咱们下期竞技场的视频 看一下皇家海盗在五级兵里面的表现 虽然皇家海盗和大精灵一样 他的生命值都是15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皇家海盗真正入国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甚至在射击一轮之后 直接切近战上去还能干掉死人魔王 但是吧 如果碰见一个速度比他快 射击也没有衰减的敌人 他就完全耐不住了 咱们不得不承认 幻影射手这个兵种虽然实战有种种缺点 但是你不可否认 他在斗区区里面是真的强 于是这局又是以皇家海盗的惨败告终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 如果皇家海盗直接切近战上去会怎么样呢 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皇家海盗还没有冲过去 还剩下37个 玻璃大炮之间的对决就是看谁先手 这样的成绩甚至还不如直接开火 除了幻影射手 在射击这块4级里面 还真的没有能射得过皇家海盗的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视频 就陷入皇家海盗很厉害的错觉 皇家海盗确实很厉害 但是这是建立在他极高的售价前提上的 一个皇家海盗卖375 一个大法师还400金币 如果要选的话你选谁呢 那肯定两个都要啊 选什么选 既然大法师这种优质远程都射不过 美多莎女王那就更是重在参与了 皇家海盗这个兵中对标的就是大精灵 虽然说在战斗力方面 皇家海盗确实厉害一点 但是在性价比方面则是被大精灵玩爆 就拿这局的美多莎为例 美多莎的售价居然比皇家海盗还便宜 换句话说 即使是卖的这么贵 在4级里面如果还有敌人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局美多莎女王射光了弹药 甚至直接冲到了皇家海盗身边 但是毅然战败 AI在对付远程边的时候 总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暴风雕这个兵种 它既有速度又有输出 如果它点一个等待 直接冲到皇家海盗身边 它就是这种情况 可以说在传统的4级兵里面 除了吸血鬼王能够打赢皇家海盗之外 它再无对手 刚才那种是极端个力 大部分情况之下是这样的 一经哪怕是最高难度的AI 它也不会计算你的断剑和直剑距离 这一圈测下来 我对皇家海盗在5级兵里面的表现 可以说信心十足 如果对上恶鬼这种兵种的话 它甚至还没有冲到 就已经几乎全军覆没 庞角恶鬼经过9981难 冲到皇家海盗身边的时候 还有9个 然后就是很快反手干掉 全军覆没 不过好歹是干掉了4个皇家海盗 也不亏 关于同等数量的皇家海盗和大精灵 其实你无论怎么测试 皇家海盗都是稳赢的 因为在设计它的时候 它就十分鸡贼的比大精灵快了一度 这种兵种 谁先手谁就有优势 哪怕是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你只要先手 你的赢面也是很大 那么视频的最后 我对皇家海盗做出一个评价 它是一个虽然很脆 但是相当完美的兵种 这个完美体现在方方面面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它是不值它的这个价格的 反观大精灵这边 为什么它被称作永远的神呢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一个皇家海盗375 一个大精灵225 你说这个性价比它能比吗 比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无论是切近战还是对射 皇家海盗总是稳稳的上风 那么这样的话 皇家海盗在四级兵里面的挑战 非常顺利 它只输给了吸血鬼王和幻影射手 这两个妖孽 阿部族的感冒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 大家晚上一定要注意休息啊